今儿跟大火干利五部开篇欺诈场的电影 他们并不是真人演的动作片飞车片 当然也不是儿童动画片 而是C机类动画电影 每一针都震撼人性 轻易就能让人达到观影高潮 第一部杀戮都市圈 由日本导演佐藤静一指导 上映的时间为2016年 他的精良程度可以说是每一针都细腻无比 完全可以当电脑壁纸 导演干脆牺牲了剧情 牺牲了情怀 把筹骂圈压的特效上 然而这部电影仍获得了8.2的高分 观众们为电影的逼真与震撼拍手较好 他的精良程度绝对甩绝技八条胡同 当然他口碑这么好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他是一部战斗动画电影 全片出自日本中二届的 国宝级动漫《杀戮都市》的大版片 又名《白鬼夜行》片 主要讲述地球上的天选之子 暴打外星人军团的故事 当然了 敌军的造型并不是外星人 而是日本神话中有根有据的妖魔鬼怪 这里面有食人女妖樱花妖 有本为马车轮后来寒恨成精的丧身轮入岛 有牛头蜘蛛身的牛鬼 有日本的三大妖鬼中的大天狗 还有打败他七种形态还杀不死的滑飘鬼 等等等等 一系列怪物让观众们看的是眼花缭乱 对于这种以神话为背景的电影 反派阵容越阴间观众们是越买账 那么身为对立面的人类团队也必须得有看点 其中的剧情设定和我们打游戏没什么区域 击杀妖怪越强大获得的点数越多 点数可以用鸟箱换大炮升级装备 他们的装备可以升级到高达战甲以及锦型战斗服 战甲可以硬钢秒天秒天搭BOSS 战斗服可以杀人于无形 击败BOSS后获得几分 可以用来复活队友 还可以让自己出局 两袖清风回归正常人类社会 这部电影最大的看点就是它的画面感 除了细腻且彪悍的打斗场面之外 还有停停欲力的娇气女主角 是CG电影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今天推荐的五部电影中 杀戮都市圈成第二剩下的每一部改成第一 总结一下整部电影的主权力 就是杀杀杀 第二部《生化危机诅咒》 由日本导演沈古城指导 上映时间为2012年 这部电影和上部一样都是靠特效取胜 获得了第六届亚洲电影最佳视觉效果奖 别看《生化危机》IP来源于日本 更别看这部电影的导演沈古城也是日本人 整部大片下来可以和是满满的美满风格 《生化危机》系列的游戏是比真人电影还活 这部CG片干脆把大伙带进了游戏之中 我们不需要打怪也不需要做任务 整部电影开着最高特效 自动打怪自动通关 其中很多剧情很多梗都来源于游戏 如果不是游戏党可能很难看懂它的剧情 这也是整部电影的草原所在 好在特效拉分 片中导演把上帝视角 与第一人生视角来回切换 暴死暴君的造型也是深入人心的 获得了游戏党们的一片好评 电影主要以一个虚拟的政治阴谋为背景 一个官僚集团为达成阴谋 不惜运用生化病毒来实现国家统一 没想到遭遇了李昂等人的顽强抵抗 这部电影不单单妙在特效与打斗方面 还妙在前半部分的背景设定 导演能够把一个虚拟的政治阴谋 说得跟真的一样 借此再引出生化病毒 不得不承认这也是一种功夫 虽然导演为了热血将后面剧情有所拉快 在后半部分的衔接上有些失误 不过它的角色速度方面完全没有失败 新塑造的骑军角色完美的融入了剧情之中 如果做一个横向的比较 个人认为这部CG片完爆生化危机真人电影 虽然CG片和真人片没什么可比性 但是就生化危机而言 它起源于动画 电影还是拍成动画版的比较好 如果观众朋友们看过或者要看这部电影 苏哥想带给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不觉得电影中的暴君 很像普罗米修斯中的工程师吗 第三部最终幻想期《圣子降临》 由日本导演野村哲也知道 上映时间为2005年 这部CG电影的评分已经高达8.3了 有人可能会问 为什么最终幻想都出到15了 我还拿7说事 我只能说单看特效来讲 后期作品的确很棒 怪就怪的它进步太小 因为第7部的特效已经达到了巅峰 本来我以为这是一部粉丝向的电影 可当我这个没玩过游戏的外行人看完之后 也被电影的画面所感染了 我们把刚才介绍的两部电影风格归类为杀戮 那么这部电影的风格就是打动 抛弃前两位的阴间电影的设定 最终幻想设定于三块虚拟的奇幻大陆 其中有风火水地四个元素和炫学设定比较类似 里面的角色以及武器充满了日本的武士风 由于我不是游戏迷 我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 个人认为它更像是一部奇幻版的拳皇 要呼嗡有呼嗡 要绝招有绝招 时不时再带点高科技设定 整部电影的细节满满的 完美的还原了原著的设定 这部电影红达的设定基于魔法又科技 是科幻影迷以及奇幻片影迷难得的一部佳作 影片上映于2005年 距今已经过去足足有16年之久 单从建模以及画质方面是空前绝后 绝对可以秒杀某国产CG片 即便是放到2021年 它也依旧是CG电影中的画质天花板 里面的克劳德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 搞得我看完电影都想去比划两本游戏了 第四部《头好玩家》 由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指导 上映于2018年 严格来讲 这部电影是一部真人家CG的混合类电影 但是它的CG部分篇幅太大 而且制作尽量 我还是把它推荐给观众朋友们 想必各位都听说过这部电影 它可是当年霸占朋友圈 刷爆自媒体平台的难得的家作 这部电影由大名鼎鼎的导演斯皮尔·伯格指导 由于这部电影 它也成为了影史上第一位累计指导票房 突破100亿美元的导演 相比其他CG电影以及同级电影 我认为《头好玩家》 迄今为止算得上影视上的潮电影 里面的流行文化咱就无必细说了 电影里干脆囊括了170个彩蛋 为了这些彩蛋 导演寻求了迪士尼 福斯 环球影业 派拉蒙 以及索尼这五大公司的联合授权以及支持 电影主要设定于架空的未来 当时人类社会处于发达 却混沌崩溃的边缘 VR科技飞速发展 人类将生活的希望寄托于游戏宇宙 在虚拟现实中 人们可以通过充值 以及自我努力处在一起 甚至可以通过虚拟世界 赢得现实世界的物质生活 当现实与虚拟重叠 不再分家的时候 人们纷纷走进虚拟世界展开了权力的争夺 全片从一位沉迷虚拟世界的菜鸡战胆处 它在一系列的奇幻遭遇中 拯救虚拟并且拯救了现实 这部电竞电影也获得了8.6的高分 剧中的穿越部分 会让我们体验到各个世代的风土人情 加上它是一部C级电影 成功把我们的长线劲融合到了观感之中 第五部 《阿里塔战斗天使》 由罗德·里格兹指导 上映时间分2019年 说到卡梅隆 我们相信所有人都不陌生 影迷们将卡梅隆导演封为卡绅 现在要谈到《阿里塔就是由卡绅监制》 这部影片改编自日本漫画《冲梦》 据说我们的卡绅早在1999年 就着手准备了这部电影 因为它是漫画的贴缓粉丝 电影团队耗资了2亿美元 又5年完成了剧本 在他们的3D技术成熟之后 才正式拍摄了这部电影 最后动用了3万台电脑 合计花费了4亿小时的渲染 才完成了特效 可见卡绅对《阿里塔的钟爱》 非同均长 然而这部影评的收益 却不太可宽 全球只收获了4亿美元的票房 远远低于预算的 虽然票房惨淡 这部电影的可看性还是十足的 它不单单完全延续了 阿凡达的视觉特效 电影不仅仅展现了 反乌托邦与赛博朋克 还将英雄主义 爱情女性主义 完美融合在来一起 电影主要讲述了 机械少女阿里塔 融入人类社会 通过格斗一层层的谋生 最终拯救世界的故事 虽然说故事略显粗套 但是整部电影的 打斗特效完美无瑕 它热血却不血腥 节奏紧凑还不丢掉剧情 和前几部电影相比 阿里塔最大的优点 在于电影中的人之常情 虽然阿里塔钢筋铁骨 却拥有善良的人性 而且感慰而付出 电影将阿里塔 自我发掘的过程 穿插于主线当中 强烈女性观众朋友们 看一看这部战斗的电影